在日本住民宿 随時會住空岸延長 被改編成電影的東電OL殺人事件 涉自的凶宅已被翻身 屋主還用低價租給遊客 而在神奈村 發生過變態分析案的攻略 亦曾經成為民宿 究竟凶宅民宿 是否真是遍地開花 ? 在日本,我也知道有很多人 會拿一些事故單位去做民宿 大廈是70年代的 七樓有一個單位 我知道那個單位裡 有個女生在那裡視殺死了 那個單位不租給女生 我們估計是死的女生 那些女生很漂亮 所以每逢是女生進去住 她也會搞她 我本來是一個電影 我行就一直在家中 因為我的宅伯長 聽說 Speaking 我在自己部件上 通常 這裡中 每天每天都要拍攝 幽靈媒體 沒得到 如果我覺得自己部件上來 會在街上伯縣上 這是什麼 我叫你這麼恐怖 但我也是要做的 自己部件上去 由於有因為自己部件上去 我最初在那一個自己部件上過 也没有再生我的感受 毅 resident也害怕 这些动作出有很多事 或者 체犯鼓 这次之后 再次次 再次次 再次次三個 继续增ure 跟着的 男生 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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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感動 有感動 一週間目ぐらいの時に こんな タオルみたいな 目の前を ピューって 通り過ぎていく 映像が 撮れたんですね 那次在房子前,我被车转到车上 很害怕,一周之间有这样的事情 有这种恐惧事,但我现在生存了 就算是可以了 如果有更恐惧的东西来说,就算是可以了 不然的话,就算是更好幽黎 一直在这个物件里住在这个物件 都被知质吉 就算住都要请师傅做法事 但是日本有一个人 持续住了六年空宅 他是搞笑艺人Tanishi 他会拍摄在不同空宅的生活片段 有过几条灵异影片 难道离开了香港 空宅再不是一个禁忌 抱歉,不好意思,打扰了 打扰了 我们现在身处在他住的一间空宅 我们也有些问题,很想问一下 其实我们在日本也听过 有很多空宅 是否容易租到或买到空宅 爺爺和爺爺增加 事故物件增加了很多 但如果能借购买的话 只能借购买 日本全体的人口增加了 所以若干人也少了 事故物件并不是新的房子 新的房子、新的房子 所以少了 我有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 现在是否越来越多人 会轻将空宅改建成民宿 民泊是多的 日本人不是事故物件 事故物件或是分析 什么都不知的外国人 会来到那里 有很多日本人 其实对新老病死的金迹 没有那么大 在日本很正常 你会看到一个住宅区 旁边有一个很大的墓地 或者墳墙、很多神社 这样的情况会出现 如果日本的空宅 如果要买或租 通常便宜多少% 如果是空宅的话 大概是平市场的三成至四成 我们租屋里面有个文件 叫重要事项说明书 不论是租屋也好 买屋也好 重要事项说明书里面 写明这是空宅的 有人在里面自然死、被杀 或是他杀的空宅 那些就是空宅 他接受租屋之后 第一次会让他们看 租屋之后 第二次便会洗底 不需要跟下一个租客 交代单位是空宅 因为有人住过 已经干净了 这是事实 我想问一下 如果你入住这些空宅前 会否将整个屋做装修 或是找师傅作法 然后才入住 这是内装清理后的房间 内装前,部门要檢查 那时有被人的沉默、壁污漏 我想问我们现在身处的这间空宅 有没有上一艘的物品留下吗 当然是房屋清理 内装工事时也没有全部消失 所以没有存在 房间比我想像中很小 对,是同房 有一种家徒四壁的感觉 而且没有家事 没有梳化、桌子 所以才刚刚搬进来 刚才Tamichi也跟我说 这里上一艘是一个40岁的中年男人 居住 他最后是孤独死 死了一段日子 人们都没有发现他 然后人们发现他时 其实也没有人说出他在哪个位置 但Tamichi刚才跟我说 他自己猜 还有很多人都猜 那条尸体应该在大约这个位置 最后的… 是否因为日本人习惯 把床放在中间的位置 有机会 所以他就估计 尸体最后发现的位置 其实有机会是我们正前方的位置 想看看今晚可能分靠这个位置 和那个领体会否有些接触 我有一个怪事 就是有一个凶宅 里面有一个叔叔 大概60多岁 心脏病死在監獄里面 我们的同事就去找他交租 到门口已经找到不得了 已经知道他在死了 一定是有事了 于是就立刻召警察来看 警察开门就发现那条尸体在里面 那条尸体有些日本的腹白搬走 就打开了鞋櫃 就有一只飞蛾 手掌这么大 就飞出来了 还有白色的烟喷出来 那一刻我知道 他还在死了 就立刻就… 即是拜拜祭之香在这里 就立刻走了 Hanashi有跟我们说过 其实这间屋 他自己有个地方 他觉得有点奇怪 他也不知道为何会这样 原本我也以为这是一个… 很像一个衣柜 但大家猜猜是什么 是一个热水爐 其实这么小的套房 还要放一个这么大的热水 不知道这个热水是否供应全层的热水 还是怎样 还是只是供应这里 不知道 因为你看看… 热水也只是供应这里的热水 他自己觉得这个位置 也是古古怪怪的 平时也会借给人拍摄 因为这是一间空宅 其实拍摄的时候 曾经遇过一些怪事 当时他们要拍摄的时候 不知为何一直插极 这个位置也插不入 其实一下子就插入 但他们说当时他们弄了很久 也不知为何弄不到 我好像塞住了 有东西想阻止他们拍摄 你今晚在这里睡觉吗 对,我今晚在这里睡觉 不过Tarichi也叫我不用太紧张 他说如果有什么事 他也会在这里 他说很难遇到灵体 所以如果我真的遇到 我幸好 那好吧,再见 我要扔下你了 好 好吧,那时间上午了 晚安 好吧,你加油 好 在这里睡觉 在! 当时我住在一个搬家 ,我曾经被棄掉在那里 中央摘捕的用盆, así不过 不过这些帝日 好像因为它尽不容易 所以我认识到家里 最后一直在住 тем 但有一天,我被囲著寝寂寞 白的火球從鼻子上飛去 拍攝的映像 以後,我以為有甚麼力量 一直放在這裏 所以這次我去唐彈廚煮空襲時 我用了這七個引頭圍著自己睡 看看會否我會像他一樣 在鼻子上噴出白色球體 又或是接觸到靈體 2005年開始的日本網站 Oshima Teru 是一個空窄資料庫 它的界面是一個地圖 配上火焰圖案 標示全國事故物件的位置 出事日期和原因 包括自殺、他殺、孤獨死和意外死 還有投稿功能給網民報料 減少空窄勢底的機會 可以說是旅客的救星 如果介意住空窄的話 中屋之前先上網查一下地址 看看有沒有發生過事故 但對入住請敲門而言,當然是靈探的明燈 今天Anson去了找Tonis的空窄睡覺 我剛才上過日本的空窄網 找到這間酒店,今天就會住 根據那間網說 其實那時大概是平成2019年 即2007年的時候 曾經有工作人員在這間酒店 自殺死亡 剛好酒店旁邊有個… 教徒 教徒 但他們的圖書寫的東西 好像很恐怖 原來沒有修緝過 很誇張的名字 鑑龍 他第一個字已經寫 不知道這間酒店裡面是怎樣 你知道這間酒店前身是甚麼嗎 聽說類似政府給路宿者住的 這間酒店是女宿者之駕 其實也不太 很多人,但其實很好笑 很多不同骨折的人坐在這裡 不過感覺有點像進入了重慶大廈 這裡比較暗 我們今晚住的是… 白樓… 是最高層嗎 好 先看看這裡 原來是大浴場 小小的地方都有大浴場 對 日本人很注重洗澡 但洗澡房… 其實這裡的大浴場還有洗澡 可以24小時,但不能浸泡 這裡有洗澡房那麼有趣 不,因為他跟我們說 我們的房間好像沒有洗澡房 不如我試試走樓梯吧 來了這麼多次酒店 都沒有走過樓梯 你坐升降機吧 我們也是八樓而已 你在我旁邊而已 好 那我看看,走一下樓梯 好,待會見 好 我們走到樓梯的時候 順便說一下 其實我們今天這間酒店 位於一個大阪裡 比較貧窮的區域 叫西城區 在這個區域大部分人都比較窮 不窮,甚至乎是附近的一個紅燈區 它就在我們酒店的附近 所以這個區域比較治安差 MCM 不知道為甚麼今天想做運動 他八層也走 那待會我們先進去吧 今天就住814號房 很熱烈 對不起,打擾了,不好意思 這個位置真的… 連我的行李也放不下 我想這裡應該100呎也沒有 我估計 其實這間是否真的是酒店 還是普通民宿的 有一個日本網民 他據稱自己是可以通靈的 第一天,凌晨6時多 他聽到電視機突然開啟了 他看到一個實體的 穿著工作服的老婆婆 坐著看電視 老婆婆還跟他說 他很喜歡看新聞報道 覺得房間很舒服 所以他喜歡留在房間 觀察一下,看看人類做甚麼 我本來還在想 會否聽到電視的聲音 我可能有機會聽到 MCM的聲音 因為他只在我旁邊 MCM 現在我走到四樓 因為忍不住想看看是怎樣的 雖然樓梯好像很暗 但已經算很乾淨 因為他沒有甚麼臭味 沒有甚麼噁味 然後呢 五樓呢 原來每個層層有點不同 五樓是比較光猛的 剛才四樓的牆是比較深色的 但就… 我覺得差不多了 不是特別 很差 我聞到有人吸煙了 應該是這些房間不給食煙的 但在這些區域可能沒甚麼網館 很差 這間酒店的價格是超便宜的 一晚好像港幣100多港幣 100至120港幣已經可以租到一間 到八樓了 因為這區基本上是全大阪最便宜的 雖然它是最便宜的 但它也是最窄、最多流浪漢 也是最多窮人 以及自安最差的一區 大部分我來的大阪都是住在這區 我自己就不怕 其實把衣服在我剛才剛才 我先看看另外的位置 我發現這間房間很搞笑,沒有號碼 剛才有客人住在801 然後中間有一間房間沒有號碼 過了,變成802 這間沒有號碼的房間是甚麼 試試一下 鎖了,算了 如果有人在裡面住,糟糕 快點走 廁所 剛才也說過,櫃桌說 我的房間是沒有廁所的 這裡有一間沒有號碼的 過了,09之後沒有號碼 然後那間是010 我想應該是工作室 只不過沒有貼在那裡 好 又是一層小小的房間 只有這麼小,難怪是100元 一進來後 就已經把床對著我 有點像台灣玩的其中一個禁忌 就是千萬不要對著門口 我現在完整地對著門口 對著門口睡覺 就類似一個棺材 按按鈕,然後就出去火化 其實也挺有趣的 有條鐵通在正中間 然後呢 很高,原來差點掉下街 嚇死我了,有點畏高 我發現了一個新的恐懼 原來我畏高 但明明我玩過跳鋼鏟 其實我懷疑這裡要… 對面的恐懼 天台已經在那裡 我感覺到有點不太舒服 我有一種… 我不知道是以前看過的 日本的恐怖片 拍攝著人家跳樓的畫面 就是在剛剛那類型的天台 做了,有點心寒 今晚不要開槍了 回家去念睡 把他藍色的手術 在這兒的地道上 階段 就要溫柔的地道 在那裡 後來 被情侶 被情侶 被情侶侶侶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你們入住城坑門有一次直播 有些影子飄過,衣架移動 入住城坑門,男主角去了泰國 某一間醫院做靈探 我看見他找到一些一瓶瓶的疑似 塞著內臟的物體 真的看到有靈體出現 那一集我是看得無管冷的 我看見他找到一瓶瓶瓶瓶瓶瓶瓶